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一句话就是说 你可能一个歌手 写了一百首情歌 不代表他谈了一百段恋爱 对 其实要想象了 对 其实我自己在写歌的时候 没有考虑这么多 但其实我总觉得 但我觉得蛮好 因为有些歌 我是写了自己的心声 其实有时候会比较丧 但是我觉得不管多丧 一定是会有希望的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 对 亲情其实 以前都是每次都很紧张 但这次其实因为 彩排准备的很充分 其实紧张的部分比较少 更多的是期待吧 希望现在马上开场 网络上各种声音 是在所难免的 那你是如何看待 愚愚和正义的呢 就是你得选 你得去听选择的 如果是正面的 公平公正的 一些评价的话 你会去 你一定要去吸收 和去了解 但是如果是一些 可能就是 出发点就是不好的一些评价 你就完全需要去屏蔽它 因为会让自己心情不好 因为创作也不是一件 特别容易的事情 想问你 坚持这一个过程 然后平常会有什么调节的一些方式吗 就类似于 咋说呢 就是自己喜欢嘛 有时候 但创作确实不是一个 能够憋得出来的东西 有时候有灵感就会写 没有灵感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动了 这些都留在晚上收 这些都留在晚上收 晚上有在会的时候 我就收 那往年的话 因为演唱会都是在生日嘛 今年你感觉是演唱会 提起来 刚才那今年生日 是要提起来的 人家过来过吗 我这个还没想好 不太不太清楚 那今天演唱会之后 你什么希望呢 演唱会之后可能就陪陪家人 然后就准备上学去了 王妍想问一下 那你刚刚面前报了吗 为什么 看你帅报了 看你帅报了 谢谢 谢谢 那马上要开学了 有没有跟就是学老师的 就是经纪 就是大学的工作呢 我有跟学校的那边的 老师有发邮件联系 然后他们都会把学校 所有的就是 需要新生做的东西 都会通过邮件发过来 所以说也有了解 那在去了大学之后 你们不能想做 自己给DBA的例子吗 就是好好学习 然后 呃 学好多音乐 然后做好的歌 等等 那考上大学之后 就是有没有请队友 或者请工作人员吃 有吃饭 可能有吃饭 对有吃饭 大家一起吃饭 那对自己之后 音乐上有一定的学生目标吗 没有 做自己喜欢的就好 好 最后三个问题 哦 之前那个番茄炒蛋 就是你做的番茄炒蛋 不是上热桌 我就是 对 这次搭信 那个是番茄炒蛋 是一个真爱的 为什么 就是老师做这道菜 因为简单的 因为简单 对 今天用微博晒的 你几道菜 都自己做的吗 对 所以右上角 那个黑漆漆的那道菜 是什么 那个是可乐鸡市 所以是好吃的吗 就还行吧 因为我一个人吃 然后也没吃多少 然后对 那去国外上学 如果想念家乡美食 那怎么办 就邮寄了 就也很快 就一个星期就到了 对 最后一个问题 所以去上学的时候 会这么带辣酱 这种东西 就一定会带吧 然后在国外 会自己做吗 就是看 看懒不懒吧 不懒就做了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